来看到188页的这个叫做什么题 观念及时通 观念及时通 188页的一题 他说这个盒子里面 气动力论真的比较难 然后呢 这个气体被封在一个立方盒 如图所示 一气动力论下期叙述何者错误 VX代表分子速度 这个符号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打错 我这个是向量符号 就是我们一般学的向量 OK就是一个箭头 好 然后呢 在X轴的分量 所以这VX就是X的 X分量 V的X分量 讲错 V的X分量 那这里也是一个向量符号 我把它补一下 向量符号 然后他这个V是速率 V向量的绝对值 所以V是速率 VX是V的X分量 那方均更速率是VMS 然后VX加这个括号 代表平均值 其余 类推 K是波兹曼常数 M是分子质量 我们来写一下 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 到底 VS平均值是什么意思 VX就是分子在X方向上的分量 下标一个I 把它编号 把I从1一直加到N个加起来 把他们每一个的水平分量都加起来 然后再把它除以N加起来除以N就是这个的意思 VX这样子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了就是这个VX有一些分子会有水平这样子的速度 有一些会有水平会有这样子的速度 对不对 那它这个VX代表的是它X方向之分量 这分量可能是正的 也有可能是负的 所以加起来平均就要等于0 这个平均等于0 也就代表这个气体分子没有特别喜欢右边或特别喜欢左边 所以这个A是对的 A是对的 加起来等于0 因为有的向左有的向右 那再抵消就变成0了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B B这个式子是什么意思 他刚刚说这个V是速率不是速度 所以速率只有大于0 你看我刚刚的VX是可以大于0 也可以等于0 也可以小于0的 它是速度在X的分量 但是这个V呢 它always只能大于0 因为它是速率不等于0 OK 好 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平均起来不等于0吗 那好 我来写一下 这个V可以怎么写 这个V呢就可以写成是VI 然后把它Sigma I等于1到N 除以N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它不等于0 或者你想要写的更精确就是这样 这个样子是等于0的 加绝对值 这样不等于0 那我这边就补充了 这个V是不等于0的 那这边偷偷的补充 就是如果你没有加那个向量式 就是VI 就是应该说你有加向量式 你没有加绝对值 我讲错了 如果你没有加绝对值的话 就要等于0 因为你没有加绝对值的话 这个VI就可以抵消了 你加绝对值之后 它就只能大于等于0 对不对 因为它是速率 你没有加绝对值之前 这个是速度 那你把它全部加起来 它就会等于0 那速率的话 全部加起来就不会等于0 可以吗 那所以V是对的 那刚刚这个A加起来 它这个东西会等于0 忘了写 它会等于0 好 因为它X分量可以大于小于等于0 那加起来会抵消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猪好了 我跳过C 先来看猪 方均根数率是什么东西 VRMS 就是把你每一个例子的速度 先来一个平方 再平均 平均就是加起来 除以N叫做平均 对不对 然后再开根号 好 那这边就 这个叫做方均根数度 或上均根数率 平方平均开根号 好 那这个东西 我们按照上面的写法 这个上面的写法 这个 刚刚我这个B也忘了写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这个 题目这个 好 那所以这个 现在这个很丑的东西 你看我把每个东西都平方 先平方再平均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把你的速率先平方 再平均 对不对 再开根号 方均根的意思就是这个 所以猪我们看他对不对 他把他两边平方 好 那这个的这个意思就是上面这个式子 你把V 他他这个这个符号两个这样这样子的对称的符号 他其实就是一个平均的意思 那他省略的就是你看你会发现他没有写下标I了 其实他省略的就是把他编号然后加起来除以N 就用这两个左右的一个呃这个这个左右的把他加起来就就代表这个意思 好所以你把速度或速率都可以 因为反正你平方了 好那也是因为你平方 不管是速度还是速率平方结果是一样的 而且都不会等于零 因为V平方一定也是大于等于零 所以你不能说这个SIGMA起来就会等于零 不会哦这个不会等于零 好然后先把平方再平均再开根号 那就是所以这个猪选项看起来也是完全正确的 好 好方均跟好所以猪完全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选项 一选项说方均跟数据说 我们说方均跟数据对应到平均动能 平均动能有个公式 理想气体是2分之3KT单原子理想气体 然后他会等于2分之1什么 MV平方MV平方 那这个V呢对应到数据就是所谓的方均跟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把2消掉 所以我们的VRMS的值就会等于3KT除以M再开一个根号 好所以这个1就错了 因为他分母多了一个2 好那目前就错的只有1 那他要我们选错的吗 目前的答案是1 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这个我跳过的C选项 C选项数值比较多 所以我比较难写 好首先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东西 首先呢我们刚刚说A选项说这个东西VX 然后你把它平均起来是0 但VX平方平均起来就不会是0了 为什么 因为VX他有可能会大于小于等于0 但是VX的平方他只有可能大于等于0而已 所以他把它加起来 好我们先把这个式子写好 这个的意思就是先下标一个I平方之后加起来 再把它平均除以N颗粒子 好那这个式子的意思是这样 那你平方合起来当然不会等于0 好这个先写一下 他不会等于0 好那我们来写一下 我们之前推导气体动力论的一个式子 VI的平方是不是等于VXI的平方 再加VYI的平方 再加VZI的平方 对吧 那这是必试定理 然后接着你们 我们试着把每一个例子都加起来 我们那时候在推导的时候是写直式的加法 那我们直接加一个SUM 这个也会成立 你不信的人 你就把它编号I等于1写一行 2I等于2写一行 I等于3写一行 然后把它直式加起来 就是这个SIGMA的写法 那老师其实是非常的偷懒 如果真的要写就要写I等于1到N I等于1到N I等于1到N 好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 避试定理 然后加把它加起来 然后又 你要知道这一坨空气 或这一坨理想气体 它根本没有特别喜欢X方向 也根本没有特别喜欢这个Y方向 也根本没有特别喜欢Z方向 所以它们的平方速度分量的平方 合起来应该要完全一样 那你注意哦 如果没有平方 只是把VXI SIGMA 起来的话就要等于0 那因为平方它大于等于0 所以加起来就不会等于0 虽然它不等于0 但是它们三个分量会一样 因为这座气体 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方向 你可以说这就是这个盒子里面的气体 是没有封的 好 好 那我这个等次写好一点 好 那接下来你用这两个式子 其实这个我们上课推导都讲过 所以你可以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就是 I等于1到N VI的平方 它就这三项根本就一样 我把这三项用红笔标起来 这一项 这一项跟这一项 没有特别的特定的方向 所以这三项根本就一样 所以它是三倍的 SIGMA I等于1到N V XI 平方 好 那有这个结论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它两边同除以N 好 那我就把它上除以N 我这个下标就不写了 让我偷个蓝 那这边的SIGMA 因为这样子很辛苦 好 平方 然后再除以N 对不对 好 我把它切开来 好 这个加起来除以N不就是平均吗 然后就平均 对不对 然后这边加起来除以N 你就不用下标那个I了 因为那个I就是比较复杂 有SIGMA的符号 那我们现在用本题比较简化的符号的话 就是把那个I丢掉 然后就不要写SIGMA了 所以它就是变成这样子 3 3 然后后面这个加起来除以N 就变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看C选项 这样对不对 把这3丢到这边就变1 3 所以这个C其实也是 也是对的 好 那唯一有错误的就是这个E选项 所以本题很难 答案选E 答对率只有31% nou 好